哈囉我是烏龜 部落衝突7周年的派對法師 不知道大家用的如何呢 我在這邊是配了一個 帶上20隻派對法師的配置 出門去搶資源 那用起來的成效怎麼樣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 除了派對法師之外 我還帶上了很多的彈跳法術 還有哥倫冰人 這個純陸軍的部隊配置 跟從前的死法皮部隊概念是差不多的 都是希望我的坦克單位 可以站在部隊的前方扛住火力 然後讓藍胖 以及派對法師 是站在後排可以安全的輸出 我在9點到12點的這個面 下了兩個彈跳法術 希望我的部隊是用面的方式來做推進 我下了哥倫冰人扛住火力之後 後面用派對法師來幫忙斷邊 接著從10點跟11點的中間 下了工程車開槍進去 後面跟上了三隻英雄 還有藍胖部隊 皮卡則是跟著兩個彈跳法術的位置下進去 對方的大雕已經啟動了 剛剛的砲擊是落在蠻王的身上 現在工程車開到陣型最中間這個位置的時候 趕快下補血法術 並且丟下了狂暴 想要讓我的部隊趕快拆掉對方的大雕之後 繼續往前推進來拆掉對方的大本營 結果沒有想到在這邊 其實我丟的補血法術 並沒有補到太多藍胖部隊 現在藍胖部隊剩的數量是已經不多了 在陣型中間這邊我開了無敵技能 因為拆掉對方的大本營 結果我才發現原來在這邊無敵 並沒有保護到我任何一隻的藍胖 我還以為我有藍胖是跟著部隊 走到陣型最中間去的呢 現在在推完了陣型中間的集火核心區域之後 其實我的部隊剩下來的數量已經不多了 藍胖好像幾乎都快要死光了 只剩下零星的幾隻而已 然後女王跟大守護者是活了下來 女王的技能還扣著 在這個部隊配置當中 我放在工程車裡面的援軍是哥倫冰人 也就是說我一共帶了六隻哥倫冰人出門 如果他們的走位是順利的話 可以幫忙扛住非常多的火力 而且可以冰凍住對方的防禦建築物非常多次 這樣子就可以幫我的部隊爭取時間 來拿下高趴或者是三星 一些比較靠近外側的建築物 就會在我的主力部隊扛住火力的時候 偷偷的下出派對法師在外圍 來幫忙把外側的建築物打掉 好最後是運氣不錯拿下了這個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在上一場的進攻當中 雖然對手是一個五星級大本營的十二本 但是對方並沒有擺放援軍 而且雙王都是不在家的 那在這場的進攻 對上了這個對手 只有女王睡覺而已 蠻王是在家的 但是很遺憾他還是沒有擺放援軍 現在要打資源碰到有擺放援軍的敵人 真的是不多了 我在靠近一點還有十一點外側的地方 各下出了一隻哥倫兵人扛住火力之後 在後面用派對法師來幫忙斷邊 然後在十二點的外側下了工程車 等到工程車開牆了之後 再把所有剩下來的哥倫兵人 皮卡還有英雄以及藍胖部隊 通通都從十二點的外側下進來 現在所有的部隊通通都從十二點的缺口走進來之後 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並且一路用狂暴法術跟補血法術來保護他們 現在在陣型中間的地方我的狂暴藍胖 看起來數量是還蠻多的 但是他們同時被很多的多體火塔燒著 所以很快的就幾乎全部都被燒死了 我的最後一關跳跳法術下下去之後 其實在陣型中間已經沒有剩下太多的部隊了 剩下的部隊大部分都是分散開來在陣型的兩側 也就是九點跟三點的區塊 其實這個戴上二十隻派對法師的部隊配置 我在一開始使用的時候都會用很多的派對法師 跟著主力部隊一起走到陣型的裡面去 結果幾乎是每一次這些派對法師都會直接蒸發掉 我甚至根本沒有辦法看得清楚他們是什麼時候死掉的 最後我覺得這樣實在是太浪費了 我就開始改將這些派對法師用在其他的用途 也就是側邊支援 當我的主力部隊在陣型中間扛住比較靠近 外側防禦建築攻擊的時候 就偷偷的在外圍下出派對法師來 因為派對法師的攻擊速度很快 所以他們通常都能夠成功的把這些比較靠近外側的防禦建築物打掉 這樣子一來不管是對於降低主力部隊的壓力或者是收尾都非常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用法是可以大大的發揮派對法師的價值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最後這場進攻我碰到的這個對手 終於是蠻王女王都在的了 我在靠近12點跟9點外側的地方 都盡量的用派對法師來把外側的建築物清掉 打算讓我的部隊是從大約11點的這個方向打進去 這樣可以優先的解決掉對方的大雕 這裡先丟了兩隻哥倫冰人 然後在這兩隻哥倫冰人的中間下了工程車 後面跟上了一整排的派對法師來幫忙清掉外側的建築物 接著丟出兩罐彈跳法術 分別在這兩罐彈跳法術的外側 再補上了一隻哥倫冰人跟一隻皮卡 然後從11點工程車進場的這個方向 下出了三隻英雄還有藍胖部隊 現在所有的部隊都跟著工程車走進去了之後 面對到對方的單體火塔還有對方的女王 在這邊趕快丟下一罐恐暴法術 對方的單體火塔大雕以及雙王 現在連大本營也都可以一起拆掉了 然後我們的部隊在這邊非常的給力 自己開了一面城牆走到陣型最中間的地方來了 這邊太酷了 我趕快再丟下最後一罐狂暴法術 並且丟了跳跳法術 然後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讓我的部隊站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瞬間秒掉核心的所有建築物 哇這邊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過癮 現在前方的藍胖部隊好像已經快要死光了 然後後排的女王跟大守護者則是非常安全的存活下來 我在外側有陸續的再趕快下出派對法師 來幫忙收掉外圍的建築物 有一些對空的防空盲區 也可以用我帶的小蒼蠅來慢慢的處理掉 這場進攻所帶上的哥倫冰人 可以說是發揮了最大的效果 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看得出來 所有的哥倫冰人全部都已經陣亡了 那表示他們已經幫忙扛住了非常多的火力 現在在場上對方剩下來的防禦建築物 是兩座加農炮 而我剩下來的還有一些收尾用的派對法師 而且雙王的技能都還沒有開 所以要收下這個三星是絕對沒問題的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使用了20隻派對法師的有趣配置 大家可以拿去搶搶資源 感受一下派對法師的魅力 還有他們清邊以及收尾的速度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活躍的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喔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等等我還沒有要結束 還有一件事情還沒有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當派對法師登場的時候 他還是有自帶背景音樂的 太酷了 接下來我們好好來欣賞一下 這個超酷的電音背景音樂吧 真是太high了 我們八週年見 拜拜 拜拜